欢迎来到小哥播报 看得闹更看门道 本期整理郭宏志三崖前10块诉求 并精选97Mi以上漂亮三振 郭宏志的诉求使用率高达70%以上 绝大多数只适逢诉求 绝对是帮助他2010年创下鬼神防御率1.20的重要推手 FOX播报员对郭宏志诉求的经典评论是 根据棒球数据网站Bestball Prospectus 郭宏志2010年的适逢诉求均速95.1Mi 在丢500颗以上适逢诉求的后援投手当中 排名第21名位处中上断斑 上升跟横移幅度也不是特别突出 排在中后断斑 但挥空率为31.9% 却高居第四 打成高飞球的比率也高达24% 排名第二 除了速度还是有一定优势 当时的教室队明星打者 Adrian Gonzalez 认为郭宏志的诉求 比Arodis Chapman的摆麦火球更难打 他的解释是 因为郭宏志把球藏得很好 打者如果觉得越晚看到球 就会看起来比实际更快 而且有突袭的效果 贵宏志在2010年面对左打63个打数 只被打出6支安打 被打击率不到1成 0成95 对右打者145个打数 也有1成59的压制力 另一個重點就是控球 郭洪志在到齊七個球季 ERA最低跟次低的2010跟2008年 美酒局四壞分別為2.7次跟2.4次 2010年美酒局三陣高達11次 郭洪志可以穩定輸出155公里以上火球 再搭配郭洪志的滑球 像是面對老爹David Ortiz的這個打席 就充分利用速差發揮畫龍點睛的效果三陣老爹 不過特別要指出 大聯盟數據官網StateCast 從2008年才開始正式記錄各項投手數據 之前有沒有比較快的並不知道 另外郭洪志在2008年5月6日 有投出一顆98.6麥的訴求拉公三陣 排名生涯第二塊但找不到畫面比較可惜 大概是1個月的方式 就算了一個沒有方式的角度 總之一會見到今天 再現場場所到達Cast. 辨園到達Cast.com